你所想的他 他对于你的感觉是心动还是无感 你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 我们说每一段的恋爱 就是不需要伪装跟讨好 然后保持自信爱你的人一定会来 但我们还是看一下 你所期待 不论是还没遇见的那个不期而遇的他 还是说现在生命已经有给你 足够安全感跟归属感的他 或者是给你带来自信或勇气的他 还有那个就是不自禁内耗你 或者是一直欺负你的人 有没有机会说就是今天 你在他心里面到底是心动还是无感 在他眼里是什么样子 我想你自己是想要知道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从牌卡来看 你心中的他 他你在他心中跟眼底是什么样子 有一点饶舌对不对 没有关系反正你们知道我的意思 那到底会不会对我心动就这样 好好不好 跟什么样子 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像天根心 牢狱你的心 那我们就解牌 我们看一下他对于你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心动跟无感 跟你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 那香还是要提醒大姐 香最近怎么都好像有一点在传教 或是传达指念 因为真的是来找我的粉粉 每次看你们哭我都觉得有点难受 那我们说 当然是来找香都蛮多想要逆转身的 可是我觉得对于其逆转身 好像应该要先聊 我们的心境要先疗愈好 你才有长大的心 再去做一个逆转身 我必须得说的是 你去爱一个人 最好去找一个本身 他的状态 或者是什么都很好的人 因为人品决定了一个人 道德底线跟行为准则 那就你就不会常常来问说 到底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 因为人品就是天生的 他就是那个烂的 你要怎样 把一个奥莱亚给捧个哦 台湾话就是一个烂的梨子 在那边装烤的苹果 我们说你喜欢吃苹果 你就去买苹果 你不能买橘子 逼着他变成苹果是不是 所以这种品性品德 请大家追追 就是去查好 要调查清楚好不好 想讲话就比较直接 没有要让人批评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就是说 该清醒的人要清醒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想的这一个人 他对于你 有没有有心动 甚至于他对于你的 未来的这一种 你的这一种 在他眼里的样子是怎样 我跟你讲 OMG 抽到了空牌 这个符文石的空牌 就代表他会跟着 所有的牌卡 他会弄双倍 旺倍的那一种 这个加成 好 我们可以看得到呢 第一张牌卡 他对于你之间 你对他的人生而言 他很喜欢你说话 你声音好好听 所以他有没有对你心动 你当你对他讲话的时候 你对他唱歌的时候 甚至你在跟他讲一些 灵性方面的连结的时候 甚至于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都会觉得你好像天使 你是神的使者吗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能讲话 讲进了他的性团里 他甚至于他很喜欢 听你给的一些指引 跟一些指导 而记得是温柔体贴 而不是控制 因为有时候香的粉粉 有时候会把 灵魂的指引跟控制 搞不太清楚哦 像 比如好了 香会跟你们说 怎样怎样做 跟不要做 可是相对是选择在你 我能够提供的是意见 不是去强迫 不是像有一些粉丝来找我 他会说 对不起我又重复了 我说不用对不起 因为我能做的是陪伴你 这些都是过程慢慢的重复来就好了 所以绝对不是那一种 我逼你你要干嘛就干嘛 又来了 不行 反而是要有点慢慢慢慢的去培养他 跟指引他哦 协助他哦 聆听他 他对于你 他觉得 感觉你好有智慧 甚至跟你之间还有那种灵魂方面的联结 你是他最 愿意去倾听忠告的人 他觉得你是一个沟通跟非常的智慧的人 所以如果你像 像一样有这种频道 他可能还在听着你 好不好 所以 不要把人家讲的变态 他就是把你当做他人生中的那种信仰 即使他在倔强没有跟你联系 他的那种信仰值 你在他心里面是一个天使 那 你说他对你有没有心动 我告诉你他对你有心动 为什么这是一张黎明牌 他经过了许多的等待 你是他人生中那一种 黑暗中等了很久的曙光 是他人生中新的 机会的来临 他其实原本有把自己的感情了 好 那种心动 把他的心 已经用力的把他那种 那种锁定 说不准动 捆绑起来的能量很强 那 最后面他遇见了你以后 他发现了 每一个生命跟人事物有不同的 面貌本质出现 他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些 他没有办法去想到的那种不一样的事情 他经过了很漫长的等待 也是观察于你 甚至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很久 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挣扎 所以你们两个人 确实需要有一些障碍 克服 分分合了 他才会对你产生心动 所以这一个人 喜欢找一个同甘共苦的人 所以记得 不是 不是那种去 他是橘子你要把它变苹果的 不是 他想要找一个温柔体贴的一种伴侣 所以你就是他想要找温柔体贴的伴侣 他也没有想要改变你 因为他就觉得对彼此都不公平 也没有意义 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 因为他觉得在慢慢的旅途中 爱跟新鲜感会消失 但责任跟教养不会变 所以 他对于你来说 他看到你 他会觉得他人生好像来了一个意外的 一个重大的转变 他人生中本来在黑暗中 那黎明过去了 你就像那个太阳的曙光一样 刷 直往他人生中那种迷雾的方向 那你有没有让他心动 因为我 你都已经是迷雾中 看到我的曙光了 你绝对是他人生中的那种 抵达黎明的那种 毕竟 过程 所以他对于你 确确实实的有行动 你完完全全的不需要去 责任自己的魅力 不论你们的关系如何 这个人确确实实的对你心动 就算他不说 或者是他说一些伤害你的话 那都是谎话 因为他想要怎样 把自己受伤的心 藏得很深 那 我们说这就代表异世界 碰到障碍也不会害怕 所以我才会说 你们两个之间会 碰到蛮多的障碍 那如果你们都能突破 可以肯定你们两个之间的爱情 甚至于他觉得 你是一个非常有才华跟能力 你可以使人成功 所以我就会说 你会给他一种 人生中的建议 因为你应该也是某程度 把自己世界过得还不错的 所以让他有觉得说 他的人生也有大方异才的时候 他觉得你的人生好像不断在蜕变 你的每一个层次 每一次的遇见 你都越来越好 他觉得你有那种保护的感觉 甚至跟你之前 可以安全的一个成长 智慧的连结 你会发现都是智慧 他眼中的 你对于你非常的行动 他很喜欢你的脑袋 很喜欢你说话的口条 他对于你的那种智慧的引领 他超级爱 所以这一个人不肤浅 偶尔会肤浅 可是大部分的能量 他比较朝向于是 他想要把你们两个之间 如果你们是开放新关系 他也会想要把这个 稀薄平常的爱情 变成细水长流的爱 那如果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是刚认识 那就肯定啊 你们两个的爱情 他想要慢慢的细水长流啦 那你们如果已经分开了 他还会希望 你在他眼里 你们两个其实 再怎么凶 再怎么吵 你在他眼里还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他这个人 本质他没有说你多坏 即使他曾经足弱过你 可是他自己 闷心的想 那是因为你太优秀 他得不到你 所以他产生了这一种 愤怒感 那爱很容易 坚持到底 却很难啊 那我也说 你们两个之间会经历很多那种瞬息万变 那爱到最后都还是要凭良心 什么叫凭良心 因为你今天会不会背叛别人 或者是会不会继续下去 继续下去 同理心还有你的良心 那跟这一个人呢 这里有一个空牌 就会代表他会无限放大 你们之间的障碍 也会无限放大 他对于你的喜欢 那宇宙牌的这种符文 他不是一个正式的 如恩符文 他代表意义 他不属于任何群主 他是独特的 就会代表 这个答案存在与不存在 你看你怎么对待 那只要保持心灵平静 你们两个人之间 他爱情才会看得更透 所以这个人 你不能跟他吵架 如果你们还在关系中 不然的话 确实他就会模糊不清了 他算是一个我们说极端子的人 今天开心爱你 他就超爱你 不爱你 他突然间就会翻 跟翻书一样 就直接给你翻车了 那爱情 亲情友情 各种分队的感情 情感的交流 跟道德 他对于你的喜欢 心动肯定的 而且他很喜欢跟你交流 而且是情绪的交流 其实他现在没有跟你情绪的交流 可是当时候 他真的肺腑直言 跟你去表达 那个情感 所以他对你的行动 是来自于灵魂的相伴 所以他确实想要跟你 直接有那种友善的帮助 你可以 你的出现是突破 他人生中的那种恋爱的评级 他可能以前是一个 恋爱有障碍的人 可是因为遇见了你之后 他才发现原来他恋爱 因为认识了你之后 他无所阻碍 他开始心动了 所以你是 让他学会行动的那一个人 甚至把他长久 封闭的那一种心 给打开的一个人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牌卡 代表是说 雷神之锤 你们两个人之间 一样有保护跟运气的意思 所以呢 你有没有发现都是保护 他觉得呢 你在他眼里 是一个非常 强而有力的一种神器 你能够保护跟防御 很多的事情 甚至你可以攻击 而且加倍凤凰 他觉得你也是一个 爱恨分明的人 那相对之下 他肯定也是 因为他会去欣赏 跟他很像的人 那我们说 要爱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 要努力去成为一个很好的人 他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他努力也想要成为 跟你一样好的人 他希望你的人生 可以给予他 无止境的一种温暖跟支持 让他感觉到真正的幸福 跟满足 那他觉得你可不可以 他觉得你可以 但是香还是要告诉你 这一张牌卡代表是 还是你会保护他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而且是有加倍的保护 所以他爱上你肯定是有的 那 因为为什么你给他感觉 就是非常的安全感 但香还是要说 就是不能仅凭一个人对你好 你就去判断他值不值得托福 不行 反而是要透过很多的障碍 这边就说 你们必须要 很多的障碍啊 去看清楚彼此的理性跟成熟 跟遇到事情怎么解决的优缺点 绝对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好 你就忽视他的不良行为 跟对其他人的伤害 像这边有好多的粉丝 就一直跟我说 我离不开 因为他以前对我很好 怎么会变这样 接着他现在劈腿 跟他讲过过爱你 或是我什么言戏的 他都不信 他就想要坚持守在这里 所以记得 你不能因为别人 曾经对你的好 或者是对你的好 你就忽视他的不良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 像的粉丝就是 有一个男朋友就揍他 然后家暴他 快掐死他 然后好几次在警局 他最后面还是就有原谅他 因为他会在他生病的时候 为他送上一碗热汤 可是 这个 不能比 不能因为这种小小的行为 对你好你就这样 爱情 这种东西还来得快去 不快 如果你只看到他好 那你们激情就会消失 那你就会被伤得很深 所以要明白 他值不值得托付 是你们在遇到障碍跟争扎的时候 他能够心平气恶的 还是一样好好对你是吧 好 那这一个人他 有对你心动 而且是非常心动 他非常喜欢你的智慧 你在他眼中是一个很好的人 而且是一个很成功的人 像想要跟你一样好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的赞 如果这些牌卡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的话记得留言 加订阅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赞卜一次 当然 如果已经使用了 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可能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赞卜一次 那如果说这些牌卡 你还是有疑问 也领取免账了 那你可 你 又有很多的 想要疗愈 要记得 我的会员频道 会抢先的 有很多的芯片 那你们可以想要加入 就可以抢先看他 想要就是陪伴你 疗愈 你的心里面的难过 那 想要学单谱一下 在会员频道 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想的那一个人 他到底跟你之间他有没有行动 还是他是无感 好的 就这样 想说香味怎么翻牌那么随意 对 因为最近有柳德华演唱会 是不是一切都是天意 我不是华嫂 所以也不是粉丝 只是刚好看见了 我就喜欢看见了以后 就随口给他带上来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可以看见呢 这一个人 老鼠 幸运草 蛇 老鼠跟你说 他对于你 有心动 可是这种心动 来自于不是真心的 所以听到以后要哭哭啦 没有错 这一个人呢 他对你是有所目的的 我们说老鼠牌 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说 老鼠正在偷乳酪 所以相对于之下 他对于你 他是暗地里面 有所计划的 想要看看你之间有什么东西 好去偷窃的 那我们说 这一个 两只老鼠 他拿着食物 有没有 那我们说 他有没有在吃东西 附近有没有猫 不管 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 这张牌卡代表是 你是他人生中 令他烦恼的一个状态 他某种程度 他会担心你对他 有伤害跟损失 那来了 你不是要问我说 他对我没有心动 还有五感吗 你让他心碎 哈哈哈哈 你让他心碎啦 你对他的心 造成了蛮多的伤害 我其实是抽牌 我真的设定是心动 跟有没有感情 可是他出现了心碎 可是我必须要说一件事 你怎样让一个人的心碎 代表是 因为 他有很爱你 好吗 越得不到的东西呢 他就会越痛 所以 他确实也是 让他的付出的一切换来的 是敷衍的时候 他就会得到伤心 所以我相信应该是 他一开始要对你真的 爱得还蛮深的啦 所以带来的伤害跟损失 是非常非常的强劲的 所以他相对于之下 他如果再跟你继续联系下 他会对你也是带来一些 不舒服跟一些 损失的状态 所以他对你有心动吗 他对你应该一定有心动 才会来有到心碎 甚至于他心碎了以后 他也想要看你难过 他不想要自己难过而已 他觉得说今天 他对你曾经付出的爱情 他也要跟你一样 通通的对战 他掉过的眼泪 他也希望你掉得比他多两倍 好 为什么 因为这一边有那一种 乌乱的状态 跟不当的动机 那我告诉你 他爱你爱到那种焦虑感 跟烦恼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带来给你的 他觉得绝对会是内好 甚至他自己也是内好的程度很高 那你就会说 那跟我今天这样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我问他对你的感觉 跟他对你有没有心动 那他演你是什么样子 他觉得你是可以毁灭他人生的人 那甚至于我觉得可能你的力量大过于他 或是你有十足的掌握得住 他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坏事 所以导致于他觉得跟你之间有关系 他是慢慢慢慢的 他也是在损耗当中 他甚至觉得你有时候会给他精神 压力跟精神疲惫 让他记忆离世 有一种丧失的状态 那他其实 某种程度 你幻影子 他其实觉得 你其实很聪明 你很努力赢 那你就代表说 他知道他不能得罪你 因为你可以让他上天台 也可以让他下地狱 他会觉得 你的能量 对他而言 他会觉得 哇你好像宇宙黑洞 不断的他 会牺牲自己 他就无限的 内耗陷在你人生中的 那一种状态里 可是你不要紧张 有时候是他自己的问题 但我不管 我就现在只看说 他眼中的你 他是怎样的面对 就代表你偷走了他的心 因为小偷代表是 老鼠代表是小偷的意思 所以你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就是偷走了他的心 还把他甩懒 所以他觉得很心碎 那这个人很好笑 这个人还觉得 你是他人生中的幸运潮 你是他人生中的幸运潮 OK 所以也就是代表说 你跟他之间 他对你又爱又恨的程度 非常非常高 那我们说 事业潮 代表一种机会 跟正面能量 跟轻松感 虽然呢 我就说了 他喜欢你什么 他喜欢你看起来很轻松 那你就说 怎么说我有时候有内好 你想一想 你自己是不是好 我说很好 情绪糟的时候 哇塞 真的就是很糟糕 那你们两个人 之间确实感情 比较脆弱 那他对于你的那种 心动都出现在 我人之间 只有你觉得轻松 愉快对待的时候 或者是有一种 我们说如果你们 互相一起讨论股票 或者是一起玩一些游戏 是博弈类的 他会觉得你很会 这方面 他很喜欢跟你 五四三 然后五四三 就是台湾话 就是谈天说地 然后四处 无地方扯 什么东西都聊 他跟你进入到感情 他就很内好 可是他觉得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适合轻松愉快 去从事一些游戏 跟开心的人 他觉得你很会玩 你很幽默感 但是他觉得 你是不是除了我以外 有很多的人 所以他觉得你很花心 他觉得你有时候对他的感情 不太认真跟漫不经心 所以他难怪他心碎 他对你心动了以后 他觉得你没有珍惜他 你无忧无虑的幽默感 在他的眼里 都成为了四处聊别人的一种 一种手法 他只是其中之一 可是他又 又割舍不下 他对于你的喜欢 所以他对于你的心动 他那时候只维持 一段时间 他的负面能量会 比较强 因为这样牌卡 如果他是 右边有负面牌卡 才会消 抵消正面力量 他偏偏是在左边 可是他右边有不慌多让 他右边对于你的情欲 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 所以他这一个人 他对于你的喜欢程度 有一种那种 我们说像赌博一样 你就像天象掉下来的礼物 开开心心的来 把他的开心带走的离开 好不好 所以你的某程度 给他欢乐 给他欢喜 给他有好土的一首歌 对 所以他会觉得跟你之间 其实也是他人生 很不齐而去 如果说今天再重新的重来 虽然他今天心碎了 他会再次的为你心动 再次的为你心对 他觉得OK 因为他还是赌博之人 他觉得你是他人生中千载 难逢的一种 机遇 甚至于他人生中 不会遇到像你那么优秀的人 所以这是他所想的 那最主要你可以看得到 这一张牌 是一个蛇 缠着一个女生 所以你就要明白一件事 他跟你之间呢 有一种密不可分的 你的性感 你的魅惑 你的外貌 都是他所喜欢的 你的身体曲线 所以这一个人 他跟你之间 他虽然有隐藏 跟带着复杂 他非常的喜欢你的神秘 他觉得你会在 他不察觉的情况下 咬人 那他就是觉得你性感迷人 就是他所迷恋 可是他会觉得你很复杂 他经常在思考 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可是他知道你想要的是成功 他觉得你像躲在暗处一样 你有时候为他带来不愉快 我就说了 即使你给他感觉 有一种我们说的 有一点危险 有一点神秘 可是你看起来非常的诱惑 非常的吸引他 即使呢 你带着轨迹 会操控他的情绪 他都会 没办法 他就是轮仙 即使你曾经伤害过他不好的气 意图很强烈 他会觉得跟你之间的关系 他还是想继续下去 那他是典型的卑鄙的小人 他也算死 可是其实某种程度 他会相信职业 他会觉得你是 你们两个人之间 他就是嫉妒啦 什么叫做嫉妒 他就会因为你嘴巴很会说话 然后有嘴滑舌 他就觉得你不太敢相信 他会一直觉得你情感上会卑鄙 即使有人说是他背叛我 我都没有办法 一个人他会背叛你来自于 他觉得你会先背叛他 所以他就 他就觉得你会背叛他 他对于你就是单纯的欲望跟想要 他确实有对你心动 他很自私和渴望 确实他对于你有那种性方面的能量 非常是复杂而且喜欢的 他甚至于觉得你看起来好像很多人 但是他一直觉得你会 你会对不起他 你会出轨的能量非常非常强 可是他又无法抗拒 所以你给他的都是薪水 好这就是给你的牌卡 有没有心动 有但短暂 薪水很长 而且一直持续下去 他有没有办法离开 你偷走了他的心 他偷走的有没有 老鼠偷走的是乳酪 但你偷走了他的心 甚至你捆绑了他 人生的所有的欲望 他只想要跟你开心 在欲望方面 所以你们两个人会揪揪哥哥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的赞 如果这些牌卡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的话记得留人家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赞卜 就当然如果你已经使用 记得 留人家订阅可以获得 如果你已经使用 记得追踪Instagram Facebook 可以获得免费的赞卜 那再来就是 账卜处就在会员频道 那我们明天见 我们来看一下 他有对你的心动吗 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无感呢 还是心动呢 我刚才 我们想要好好的 抽心动跟无感 竟然有人抽到的薪水 希望你们也是心动的 希望你们也是心动的 不要失心碎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跟他觉得你在他眼中是什么样子 怎么那么难抽 那就随便了 哈哈哈 是不是太随意了 我告诉你 你是绝对有心动 你拿到圣杯衣跟圣杯石 可是 你眼中他的样子 他不知道为什么 都觉得你有可能 就是外表看得起来很华丽 可是内心 似乎有缺憾的能量非常的强 命运直轮正位 好 我觉得 某种程度 他对于你的喜欢 是心动 是缺轮的 再来我们只要看 他对于你的感情就好了 来 看到你就觉得你是他人生中 像初恋一般的美好 他对于你的喜欢的程度 就是那种 发自内心的喜欢 他对你就一见钟情 一眼定情 想到你的时候 他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掉眼泪 你是他人生中 最想要的人 而且你有能力 为任何人带来幸福 他忍不住都对你有同情心 甚至于看见你 他就忍不住的想要给你疼惜 差一点讲台湾话 给你疼惜 只是给你疼惜的意思 那也就代表 他对于跟你之间 他有这种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是想要给你幸福的能量 他甚至于觉得 他跟你之间 有那种爱的那种 连接程度 是非常的高 他甚至对你的爱 来自于像那一种 16、17岁的那一种 简单的那一种 那一种爱情 也就代表你的 一出现他看见你的时候 你就让他的心里面 情感波动 甚至有产生涟漪 即使呢 他对于你从紧张 他一开始看到你紧张 心动到悲伤到爱 各种的情感 他都会在你身上去做到 你是他人生中的那种灵魂的伴侣 他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你 不论你们两个人 是心与旧的关系 他都想要让你们两个人 连接是更加的深刻 更加的稳固 为什么 因为你是他人生中 遇到一个真正的爱人 你触动的是他们的灵魂 好吧 那他对于外在的物质条件 他都不在意 不去认可 为什么 就是他不在意 他 就是你如果说 我今天是不是变有钱 他会比较喜欢我 还是他看上我有钱 确实你在于有钱 跟不有钱之中 他没有那么的在意 他只在意的是 你好像有点不安全感 蛮严重的 可是 他不喜欢你为了小事情烦恼 甚至你们两个人 可能有一些钱方面的 勾动不良的状态 所以他会觉得你好像 也比较重视利益的人 可是他对于你的喜欢程度 不会因为这一个利益 而去做一个崩盘 他对于你 就越来越喜欢 因为命运之轮正位 他觉得你呢 启蒙啊 他人生中的精神 让他感觉到爱的完整 他其实跟你相处的时候 不论你们分开还是现在 他跟你之间 他很心动 他觉得跟你之间 就是幸福 就是单纯幸福 他就想跟你建立很多美好的回忆 你跟他之间 对于他来说 他有没有想过跟你有小孩 有 十个杯子 是跟亲人紧密的联系 甚至他想要进入到你的生活 全跟你的好闺蜜 好哥们 红粉知己们 大家都一起相处了 虚虚快快 红粉知己是我自己家的 这里没有红粉知己 当然就是亲朋好友 因为他想要跟你连结 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跟巩固的关系 即使在逆境 也希望你们可以快乐的成长 你就是他人生中的幸福 你是他精神上面 拥有情趣的人 他喜欢你保持乐观跟完美 也可以去教导别人 他觉得跟你之间的家庭 或者是朋友圈 都会过上幸福的 快乐的日子 也就是代表说 他觉得你是一个 无忧无力生活的人 你也不在乎钱 你虽然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 那就算是情感有些缺陷 他都会忽略 因为他想要跟你连结 又是精神伴侣 又是灵魂伴侣 他对于你的爱情 是坚定不移的 他对于你 也许还不够了解 但真正了解以后 他其实是很爱你 那如果说你们两个 一直没有进入到婚姻关系 而是还在伴侣的时候 其实他很喜欢跟你 每一次的约会 他都会一直持续的回响 可是这边有看到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这边我就不探讨了 他觉得 可能你不会想要当他的伴侣 或者是 你跟他之间 爱情是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可能你们之间 已经有一些三人型的关系 你们不论是财力 或者是感情 或者是 有人可能有没有办法受孕 或是已经有小孩 没有办法 结婚 生小孩 或是你们有意愿 就是不要要小孩的状态 所以导致于 某一些人 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 两个人就没有办法连结 继续下去 那有些人可能有流失到小孩 那还有最主要的是 爱情可能缺乏沟通 所以就非常的沉默 所以他非常喜欢你 可是他觉得 你给他的感觉 有点空虚 有点 让他觉得寂寞 那他觉得他去同情你 也许你是 因为你想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所以 而导致于 你跟他之间 就会越来越见习 可是他是可以去 去体谅你 我就说他对你有莫名其妙 就想要保护你 跟怜悯你 原因就是 命运之轮当然也有 前世的探索 那你们可以去看我 不放清单 我有整理好 那种前世姻缘的 那种探索的领域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 不论任何关系 积极的变化将会来的 就算 你们断连了他 会来找你 或者是你们已经联系了 他不会再随便的 就是离开你 那你们如果是在 关系中要恭喜你 保持乐观 你们两个人的爱情 会越来越幸福 那就要小心 不要让自己受孕 只要受孕 这种感情是很难 继续下去的 那最好是正常的途经 正常的结婚之后 再去受孕会比较好 总会遇到很多的 考验跟磨难 可是都是越来越好 好事多磨 越先破后利 都是有的啊 每一次的破坏都是 要去建立更好的基础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 爱情常常充满冒险 那如果你们之间有障碍 他会为了成功 为了你 他会分走到底 即使 你们两个人之间 感觉都有一种 开开心心的能量 可是确实 他想要跟你之间的 那种连接度 是非常非常顺的 你不要惊讶 他就是要敲开你的心门 对你展开一些热情 他希望就是你的未来 是有安全感的 你原本的没有安全感 他希望可以 帮你治愈跟提升 下一个水平 所以这一个人 不论任何关系 只要你愿意等待 他解决身边的难怪 你们两个人之间 就 就情复联 或者是断联 或者是复联 或者是已经在关系中 遇到障碍 都可以 好好的继续下去 感情停滞也是 所以很棒的排卡 那恭喜与你们 他对你就是十足的心动 而且他觉得你就是他幸福 人生的未来的终点 你是他的灵魂朋友 他觉得你乐观 开心 幸福 善良 所以他会忍不住想要保护你 你是林黛玉吗 让人家忍不住想要保护我 那喜欢我的排卡 记得给我的赞 如果这些排卡 没有把解决的问题的话 记得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 当然如果你已经使用了 你还想要有更多的免费的话 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Facebook 每三个月左右 或者是有特别加热 我都会有免费的文字占卜 我都会做一个提醒的 所以不用紧张 那如果说想甜的心 都还没有办法满足你们的心 那你们又很想要 赶快看到新的影片 那记得 小额的捐献 加入会员频道 可以获得 就是很多想一次更新的芯片 我就是直接做好我就直接上船了 所以有时候都会 两三支 八三四支 一次四五支 都是有可能的 好 再来就是我想学占卜书